Dubz 如果 你也經歷過 像我這樣 不知道要穿哪雙襪子的時候 那就繼續看我的視頻吧 大家好 我是Dubz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本期視頻 我要跟大家交流一下 如何穿襪子 好了我知道你們都知道怎麼穿襪子 但是我意思是說 你們如何選擇襪子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 作為一個男生 我認為一定要有的幾款襪子 我知道大家都會說 不就長襪 短襪 中等長度的這些 對 但是 我還想說 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去正確的選擇襪子 所以今天做這個視頻 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穿襪 最早在小學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 要穿 低開口襪子的意思 可能那時候又矮又胖 然後覺得穿一雙 長長襪子 顯得腿特別短特別粗 然後 而且那時候很少有人穿 就是在腳踝附近的襪子 覺得蠻特別的 後來呢 到了中學階段 就是那個只有長襪的年代 所有人不所有人 就是大多數人 冬天不管再怎麼冷 再怎麼冷 都要錄著腳踝 我覺得長襪其實也是一個最不需要做解釋的 相信現在在看視頻的 你多多少少也有幾雙長襪在衣櫥裡面躺著 這裡我要說的呢 其實更多就是關於長襪的選擇 首先我要聲明 優衣庫沒有付錢讓我做這個事情 我很喜歡優衣庫他們家的長襪 是因為第一是他們長度剛好 不會像你在夜市啊 或者在地攤上面買到那種 非常低非常低的床襪 我覺得那種床襪很涼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舒適性非常好 而且西漢質地非常溫暖 第三他們的顏色 即使是紅色你也不會覺得非常誇張 我常常一買就是好幾雙 再來我就想告訴大家 選擇床襪的時候不要只顧著外觀 因為我在選擇的時候 材質跟是否容易脫落也是非常重要的 脫落因為長襪是比較水比較低的 你穿得再怎麼有型再怎麼帥 如果有某一個瞬間 你需要在女生面前脫鞋 脫鞋的同時 你把後半個腳後邊一塊脫下來 那你就只能不施禮貌的微笑 再如果 那雙襪子排汗不長 你連笑都不用笑 同時我覺得男生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像女生一樣 穿到就是露出整個腳背的那種鞋子 所以我覺得在夜市啊 路邊攤買了那種非常非常低的襪子 沒有什麼意義 我建議男生們可以停止去買那種襪子 因為有三個原因 第一很涼 真的非常涼 第二不稀罕 我買過 我知道 對我的意思就是會臭 第三很容易脫落 它即使有再多再多的 什麼防滑膠啊 就黏在後面的措施 都是會掉沒有辦法的 不是不掉 時候未到而已 這裡呢就有可能有 我喜歡穿翻船鞋的同學們 說如果穿普通的船襪會露出來 翻船鞋的出現 它並不是一雙普通的運動鞋 維基百科上面說 They are traditionally worn without socks 所以穿翻船鞋的話 你們就可以不用穿襪子 如果你們覺得穿翻船鞋會臭的話 就百度一下 上面有很多辦法可以解決 穿翻船鞋會臭的問題 第二 長襪 好我知道現在已經2017了 你們大家都在接受 而且會主動去穿長襪 而且穿的一個比一個風騷 但是呢我還是要多嘴幾句 整天有那些什麼大號啊 或者就是大家在轉發的 那些什麼教男生怎麼穿搭的 他們說了一點我極度反對 永遠不要穿白色的長襪 這讓你看起來又老土 而且還沒救 白色長襪怎麼你們了 我就有白色的長襪 而且還不止一雙OK 白色的長襪穿起來危險係數 確實非常高 但是呢 存在極合理吧 而且特別是對那些喜歡穿 古著還有復古的朋友們 白色長襪可能是他們 Top3的選擇吧 而且現在我們已經生活在了一個 可以把襪穿在長褲外面的社會了 白色長襪怎麼了 個人的意見還是選擇搭配九分褲 因為如果你要選擇白色這種 危險係數非常高的襪子的同時 你要讓大家有一種想法 就是你是故意這樣穿的 你這樣穿是有目的 而不是隨意選擇出來的結果 球鞋方面呢 我還是覺得配一雙復古的跑鞋吧 譬如說是Nike Cortex這張鞋 是再適合不夠搭配白色襪子的 西褲需要謹慎 因為很少有看到穿西褲配白色長襪 而且穿很成功的案例 還有呢就是黑色的長襪 或者顏色比較跳 再或者上面圖案比較新奇的長襪 那種長襪適合你出席比較正式的長襪 搭配西褲來用的 比如說工作啊婚禮啊晚宴啊這種七七八八的 平時如果你要走Normcore 像我們的大神Eugentown 基本上都是在穿黑色的長襪 平時如果你是走Normcore的話 我覺得黑色的長襪可以搭配任何的九分褲 長褲還有鞋子 而且長襪可以保證你的腳踝安全的過冬 然後選擇的話我自己是買了幾雙Nike Elite 它有其他很多的顏色 我覺得可能還有粉色啊或者藍色啊七七八八顏色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雙 Eugentown也很喜歡Nike的襪子 他之前有用這個襪子做一個行路 加上這雙襪子本來它就是籃球襪 然後前腳掌跟後跟都有夾後 所以又薄呢又舒服質量更是沒有問題 初次知道自己還買了一雙這種也是很像Nike Elite的感覺 但是我不記得這是什麼牌子 好像也是一個不曉得牌 這是它後跟處 然後側面有一個MEMJ的標誌 如果你不想走那麼性冷淡風格的穿著呢 你還可以選擇一雙有花紋一點的長襪 我呢選擇了一雙類似雪花紋的襪子 主要是覺得冬天要到要選擇一雙有質感的襪子 女生也可以隨意搭配 因為這種款式實在是太好搭了 而且符合冬天的味道 穿這種襪子你也可以一樣可以選擇穿九分褲 你在熱一點地方可以搭配短褲都沒有問題 在熱的話你甚至穿涼鞋都可以配這種襪子 適應各種重要的適應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有一雙這樣的襪子 第三就是很讓我抓狂那種中等長度的襪子 這裡特製在腳踝附近活動的襪子 我個人呢是覺得真的很難穿 要腿又細又長又好看 其他人是我覺得謹慎選擇吧 特別是這樣的襪子 拜託各位不要再穿了好嗎 滿雙再高一點過腳踝的 或者再低一點的不要讓我看見的 這到底是啥玩意兒 第一這種襪子半長不短 第二這種襪子又很沒質感 所以你到底是想讓我看到還是不想讓我看到 如果你根本不care那你開心就好 我就大概一兩雙過腳踝的襪子 穿的機會非常非常少 而在穿九分褲的時候可能想說 一塊搭一下會好看一點 保暖性帶不如長襪 然後美觀度還不一定比你穿船襪好 这长度的袜子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那种乖乖仔 从小学就开始穿这个长度的袜子 一直穿穿穿到大学 他也是穿这样长度的袜子 他没有办法接受更短的船袜 也没有办法接受更长的长袜 哦对了最后我个人的意见呢 在选择短袜还有船袜的时候 就没什么必要去选择颜色非常亮意的 比如什么金色啊黄色啊橘色啊绿色啊 这种特别跳的颜色 我个人还是觉得像我刚刚选择这种 黑色啊藏蓝色啊灰色啊这种都是ok的 而且特别是男生 你要穿你颜色太掉的话 别人会觉得你非常 好了今天对于袜子的看法我就说到这么多 你有什么看到非常丑非常丑袜子的搭配 想要吐槽的 或者你有看到什么非常好看袜子的搭配 想要分享给我告诉大家的 欢迎给我在下面评论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哦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希望你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 对服装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观看 Peace I've always got tomorrow I'm living for a better day So take me to another place Somewhere far away Far far away by bwd6 谢谢观看